蛤 不是 我介紹這麼多的屁喉動畫 直接講吧 蛤 所以幹嘛要放這麼難過的最近18題啊 也是很紅的那個 我要擦一下 變成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你們的服務社長Niki 那我們團隊呢 自從就是人緣爭奪之後 一直以來都有很多人想要挑戰我 那個小夥伴呢 想要挑戰我就是不心動 然後不要以母校的reaction 挑戰 然後另外一個呢 想要讓我猜經典的一些 名句啊 場面啊 然後聲優啊 等等的 每一次的開會 簡直是 因為他們每個人都有很多的企劃呢 想要來攻擊我 想要來看一下就是小豆腐 你們是否都火眼金金 所以呢 誕生出了今天的主題就是 看場景才必有動畫 剪輯師準備了20題 是很簡單還很難 我覺得還好耶 說題的人都覺得還好 總共很有20題 然後呢一題5分 那他們剛剛就是凹我說 許諾一個分數 然後如果低於這分數的話要請客 你們是要吃什麼 海底撈 海底撈 沒吃過海底撈 真的假的 我沒吃過海底撈耶 那 那我是要故意打得出來是怎麼樣 OK啦 好啊好啊 我們就以 如果真的就是有低於分數的話 心裡糖血的老闆 沒有啦 請吃海底撈 80分會不會 這樣只能錯4題對不對 還是70 小夥伴餘心不忍 是覺得其實還是有點難是不是 我有點擔心 有點擔心 75 75 好所以是錯5題 只能錯5題 OK 那螢幕前面的小豆腐也可以跟著 拆一下這些很經典的動畫場景 出自於哪一部的冰油作品 那在開啟影片之前呢 也不要忘了要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開啟小鈴鐺 還有追蹤我的 LINE AT 還有我們的Instagram 這樣子呢才不會錯過任何的日常大小事 好那我們就開始今天的測驗吧 嗯 真的要5題嗎 欸那等一下我在想 如果我有巨細迷移的講出 它的地點跟那個 故事內容的話可以加分嗎 可以加2分 2分 好OKOK 我會適時的維護住我的海底撈的 你是剪輯軟體的苦手嗎 想要大肆宣揚BL的美好 但是又不知道哪一個軟體更好用嗎 Bimora除了具備一般的剪輯軟體 基本功能之外呢 還對初學者相當的友好 在操作上呢非常的快速 功能直覺 剪輯版的頁面呢也十分的乾淨俐落 附帶的教學功能呢更是非常的貼心 那社長自己最喜歡的呢 就是他們官網當中有非常多的 可愛套版可以套用 只要簡單的選到自己喜歡的主題 輕鬆的打上幾個文字 一環全新又具有設計感的新片頭就此完成 那我頻道中呢很早就出現過的訪談節目 與你看單美呢 片頭呢就是這樣子誕生出來的 另外呢也可以使用 Bimora的剪輯轉場搭配可愛的素材 增加影片的有趣性 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呢 把CP的高能瞬間給結合在一起 不管你們是想要外面公開給大家看 或是自己偷偷的私心珍藏都沒有問題 不管你是完全沒有接觸過剪輯的新手朋友 或是呢已經如火如荼想要調色想要找素材的 剪輯高手 都可以點擊下方資訊欄的連結 然後去官網試試看這款軟體哦 首先第一題 喔這個 真的簡單 就第一文 第一文當中的就是樂團的那個街景 那時候我還記得就是 Uedayama那時候帶那個真凍 然後真凍在後面一直尾碎它 是不是很厲害 好刺明確的 Given的鐵粉 會不會小豆腐們都還沒有猜出來 然後我就猜出來了 但真的沒辦法 Given的鐵粉 Sorry啦 好下一題 應該很明顯 有名字哦 上面有名字哦 你確定是BL嗎 你都選球眼嗎 我說你都選Given嗎 真的不是那個球眼哦 等一下那一題 但是會怎樣來 很常出現 很常出現 那一部裡面 一定會要到這個地方 等一下 我感受一下那一部叫什麼名字 世界第一初戀 我想說那個 秋眼怎麼也是秋眼 如果你是放那種編輯部的那個 我就看 因為我對這個沒有太大的印象 放編輯部對Nikki來說太簡單了 哦 好吧 OK 好 我本來想說編輯部是像 真指標 這部作品的話 第三題 哦 我現在 你怎麼回答 就是 秋人的房間啊 就那個 蜂蜜プレイ就在這裡單身的 所以我還要答他的名字吧 我讓最小被擁抱 不行要講一下 我讓最小被擁抱的男人給威脅了 對對對 對對對 高人的高人的家 哦這個也很簡單 我再讓你們5秒 54321 同步的對答 明鳥不飛 老大的 辦公室 哇 他那個桌子 就是老大有被壓著 然後就是這樣 啪啪啪 我跟你講 你永遠都吃不到海底牢 哦這也很簡單 這個 這個就是 他們的海報 名場面 沖繩的 對 大家猜得出來嗎 海邊的一方人 DL劇場版 你看了嗎 我們阿布無言 想說 欸哈囉 因為我個人很喜歡 很喜歡這個劇場版 電影院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 他那個畫面 渲染的真的太好了 那桌子真的很會畫 真的很會把那個色彩 搭得很豐滿 然後讓這個場景 就是弄得很漂亮 第六題了 哦這個我沒有辦法一秒答出來 請試一下 哦 我個人認為 因為 BL韓劇很少 所以也只有那一部 過度呼吸 對 但是我對這場景沒有什麼印象 因為我是從韓文字才有辦法判斷出來 哦是回憶片當中 然後他們帶到那個 保健室 對 然後因為他 他呼吸困難嘛 然後就是 班長把他帶到那個 爹爹 爹爹 哦這個很簡單 有寫中文 大家應該猜得出來吧 也就是我們的 他那邊有一個什麼 蓮花 他蠻容易猜得出來的 那要這個地方 你怎麼可以加二 我個人認為應該是 玉夢僵士蓮花舞 那你加不完了 加不完 這應該 我個人 猜測 兩個動畫 我很怕我猜錯耶 想到哪兩部 我一個猜的是魔王 然後一個猜的是 森林你的熊先生 應該是 森林你的熊先生 哎 可惡 猜對了嗎 對 耶 他是比較那個啦 就是比較現代一點的風格 但是因為魔王裡面的 古歐洲的風格 講下一題吧 你 哦這個真的很簡單 因為這個第一幕就誕生了 看我 2021年的 開春第一部的動畫介紹 正解就是我們的 天官四福 這一點我 我只知道是仙界啦 但是我不大確定這個 沒有這一個字 仙 仙 我不知道 好 好 我要不要加那個人 哈哈 對的是兒院 仙晶 哦仙晶 哦 我個人覺得應該是一個 告白的名場面 彭吉神 哦 好厲害哦 對不對 因為我 我記憶中我有看到 這個一秒就是 tag一下而已 真的很難耶 我真的是靠萌的 各位 哈哈哈 那我過半了 表情逐漸不康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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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這間叫 校服的拉麵店 好好難哦 等一下 他是 主角打工的地方 有在拉麵店打過工的 蛤 你們猜得出來嗎 小豆腐們 等一下 戀愛暴君 不是 我介紹這麼多的壁和動畫 直接講吧 獨佔我的英雄 蛤 哇 那個河好喝喔 我忘記了 如果你的場景是在那種廢墟 因為他們不會去打架 就是在廢墟我應該猜得出來 還有他們相遇的那個橋上 我應該也猜得出來 可是我真的忘記 呵呵 熬喔 這一個 這很新喔 這很新 就是你可能沒有 太常看到你了 但是它是一個很重要的 它是剛剛有出現過的體貨 天官嗎 對對對 嗯 應該是說 Bilibili他們就是 惠夢他們公司做的那個動畫的色彩度 跟日本的動畫色彩度是不一樣的 但是一看是大陸的動畫 所以我猜全關四幅 但這個場景 應該是回程吧 嗯 這個我 我可以猜 我覺得應該是這個 這個應該是一部BL劇場版 二分之 是那個嗎 小壽是一個電視台的主播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 他也不是劇場版的 欸 這個我真的不知道耶 提示一下嗎 他是在加拿大的老家 天哪的 公寿都呆在這裡 那這部族的名字是什麼 Super Lovers 我沒有看他的動畫版 但我有看他的漫畫版 對對對 對 這個這麼豪華的 這是不是逐漸困難啊 有出現過嗎 沒有 那是同學老師 也是很紅的那個 我好查一下 哈哈哈哈 等一下 因為我忘記名字了啦 這樣我就不算加分嗎 好 純情羅漫史 我就忘記他的名字 好 純情羅漫史 後面五題我是選 飛臉 喔 真的嗎 這次你有看過 好 給大家 嚐歇一下 喔 真的很簡單 這個是 SK8的那個 滑板 競技 的 賽道 喔 喔 最近大家很愛上了一個消息 因為他的劇場版就是被腰斬的 就這樣子沒人 就是 Yulian Ice的 很經典啊 算很經典 因為畢竟 他去溫泉館找他嘛 然後還光溜溜的 欸那這樣有加分嗎 猜什麼你確定 對不對 咱咱咱咱咱咱 現在要硬翻取分數 好 噢 噢 噢 這個我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但是因為我這一部動畫 我沒有看到最後 因為很哀傷 應該是 圖書館 這幹嘛要放這麼難過的 最近18題啊 噢 這兩支劍都那麼明顯了 還有人猜錯嗎 這可以吧 還滿順利的耶 是不是還提到 現在很生氣 這應該最簡單的吧 噢 教練我想要打排球 沒有啦 哈哈哈 排球少年 這個真的很明顯啦 耶 我們挑戰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幾分 98 我好像2到3題沒有猜到對不對 很厲害 耶 不知道大家小豆腐們答對了幾題 或是猜錯了哪幾題 個人覺得 其實這一次算是還滿經典的場景 然後雖然我們的剪輯師那也有小放水版 就是選的都是那種幾乎可以一秒想打的 那很期待呢 大家就是解題的過程中呢 表現的如何 都可以在下方 告訴我以下你們的分數囉 如果說大家喜歡的話 也可以在下面積極的敲碗留言 讓他們呢 來一個場景part 2 看能不能撈回海底撈 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影片了 那如果喜歡的話呢 也記得幫我把這個影片分享出去 跟你所有喜歡看BL動畫的朋友們喔 然後也要訂閱我的頻道開啟小鈴鐺 那我是Niki 我們就下次影片見了 掰掰